还有一个觉得呢 我认为阿里巴巴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的团队确实不错 我觉得阿里巴巴有今天绝对不是买 没有买名可以 但没有这个团队 阿里巴巴创业的时候是 我们从中国黄业干了三年 最后跟中国电信竞争 中国电信在96年突然发现互联网是未来 然后他就开始说跟我竞争 竞争他是在杭州那家公司 是2.5亿的人民币的注册资本 我只有2万块钱人民币 所以打的反正 我后来发现一个道理 从此以为我对竞争啊 我觉得竞争是一种乐趣 竞争是不可怕的 大象是搞不死蚂蚁的 你知道躲得好 所以那时候我很小 他很大 天天弄 我就躲在小缝子里面 结果他的脚还经常弄伤 但是我们想了各种 所以后来我跟EV竞争 今天我们在跟全世界中优秀的企业 学习和竞争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在竞争过程中 你发现你自己很痛苦 那你竞争一定错误了 竞争应该是让别人痛苦 你开心你才是对的 那爱竞争以后 你天天自己很痛苦 又是砸桌子 又装板灯 又是骂员工 那肯定是出问题了 所以那时候 我们跟中国电信竞争以后 发现他们也弄不死我们 我们也弄不死他们 我们肯定弄不死他们 对不对 最后说我们坐下来谈 谈和做的是 70%的share 他们赚了70% 我们赚30% 结果发现一个问题 它这个strategia把你们给弄死掉 就是通过投资200万人民币 控股70% 所有的时候一个举手 他们什么东西都没法做 所以在最痛苦的时候呢 我们决定把这家公司 就是送头 把这个公司送给了我的同事 我说没办法 我就到了北京去 重新开始创业 但是那一件事情 对我的印象非常之深 直到今天为止 我觉得我做任何公司 我讨厌别人控制 没道理的控制你 我想既然我讨厌别人控制 我从此以后办公室 也不去控股 也不控股别人 因为我觉得一个公司的CEO 应该是凭智慧 勇气 胆略 来管理这家公司 而不是靠股份的控制 所以我从建立阿里巴巴的时候 吃了那个电信的口以后 我把这公司的所有的股份 都是给员工啊 大家评分 不让任何一家公司来作为控股 这是我后来的原则 所以到了北京呢 我们在外经贸部工作了14个月 建立了整个外经贸部的 这个电子商务的体系 我带了六七个年轻人到北京 然后变成了一家很profitable公司 但是在98年年底呢 我跟我的老板发生了很大的差异 我老板认为电子商务未来的发展 必须围绕国有企业和大企业 我认为呢电子商务最后的发展 必须帮助中小型企业和私有经济 中小型企业需要电子商务 大企业它是需要电子商务 那时候大企业做电子商务主要是因为 哎呀上市有个概念好了 因为竞争对手用了 因为老板 所以这个方向不一样 第二呢 我认为internet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老板认为这个EDI中心是未来发展方向 EDI这个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就是个封闭的 我认为是开放 他认为是封闭 第三个是我们最大的区别 我认为做任何企业 首先是要去帮助别人 创造价值 让人家觉得好跟着你 而他认为应该control 要死死地在住他这条线 所以双方观点不一样 我觉得有一个观点 我后来这是我自己现在还在想法 老板总是对的 如果你要认为你可以改变老板 你要么做得比他大 要么你自己重新干过 对不对 所以呢我就重新开始